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如果喜歡我們用心製作的影片 可以到Enterbox的蝦皮賣場逛逛 如果剛好有你需要的 那你會發現價格都是低於市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經濟來源 或是可以參加這部影片的現實抽獎活動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組裝了一台AMD的說機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 這還算是我個人的第一台AMD的桌機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大家也看過我在頻道中有組裝過AMD的桌機了 但其實這大多都是為了公司的測試平台或是幫朋友組的 我自己是從來沒有將AMD的CPU作為主力機來使用 主要是我長年比較高比例是在用Mac 那本身就比較少有機會能碰到AMD 勉強沾得上邊的大概就是iMac裡面有Radium的顯卡了 那即便是要做Hacking Touch 也就是黑蘋果 黑蘋果我也有在玩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拍過這個主題的影片 那在十多年前黑蘋果都是Intel First 是近年才有比較穩定可以支援AMD的版本 不過這次組裝的桌機我暫時也沒有打算黑蘋果啦 那主要會以Windows和五光圖為主 而實際的用途大概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像是會用到Premiere Pro 因為我會修改剪輯式的檔案然後跑輸出 這樣它就不用再回去改了 因此多核心就會非常重要 連帶的Tanky的網路也相當的重要 當然之後也是要升級一下網路的環境 加一台Tanky的Switch 讓桌面上所有的主力電腦都可以上到Tanky 然後互相連接 剩下平常可能就是用這台桌機打打遊戲 像是Cities Skylines 那有機會如果可以用到3080 3090的顯卡的話 我也會想要玩微軟的模擬飛行 偶爾也會用這台桌機跑一些小的AI項目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次組裝的零件吧 有一些事先前就已經有的零件或是跟公司借了 所以價格就蠻難算的 那我們以價格來說啦 這次組裝的價值大概是8萬2千塊 如果加上之前購買的ProArt PA279CV 因為現在這台螢幕基本上都是給這台桌機用的啦 那我們整機算起來大概就是9萬7 首先CPU部分選擇AMD的Ryzen R9 5900X 主要是目前高階消費級的CPU來說 Ryzen R9真的是太香了 從開賣一開始的空氣U 到經常缺貨還要搭機買 前一陣子通路上終於是可以不用搭機賣了 加上看到很喜歡的motherboard 因此這次決定把手上珍藏的一些零件都拿出來 好好組一台桌機來用吧 在選擇的過程一開始是在5800X、5900X 還有5950X三顆當中在選 甚至也有考慮5700G 不過同時剛好有一張閒置的3060顯卡 然後我們也都沒有在挖礦 所以我就跟他借來先使用了 雖然個人也是喜歡有內顯的處理器 這樣在顯卡故障的時候至少還可以開機排查 或是顯卡假設有送修需求的時候 主機還是可以開機來用或是抓一些資料的 不過5900X和5950X的核心數真的是太多了 如排山倒海一般 在他們面前8核心的5700G和5800X 我都覺得不夠看了 另外一個情節就是 從Ryzen 3000系列開始 我就特別想要用兩個CCD的CPU了 主要還是情感因素啦 如果要說理性的話 就是這些高階的R9處理器 受惠於雙CCD 因此L3的快取達到64MB 哇這真是不夠變態耶 而5900X是二核心 24執行序 也完全是碾壓了11900K和10900K了 雖然平常如果不是為了跑Premiere的輸出 大概也不會吃滿這些CPU啦 但是光是想到 這麼多核心 光是這一點就會覺得非常爽了 當然要這樣說的話 5950X的16核心 32執行序更是無敵了 不過拉開價格可以看到 5800X多4顆核心到5900X的話 價格多4000塊 但是5900X多4顆核心到5950X 價格就直接是多了8000 想想 8000都可以再買一條2TB的PCIE 眷負擺負的SSD了 或是兩條32G的記憶體 嗯 還是忍一下好了 我覺得5900X就很夠用了 當然如果從核心數的比例來看 MD的定價其實還是很有良心的 基本上就是等比例的成長 沒有壓榨太多的消費者剩餘 5900X多一點點溢價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考慮到 它的CCD帶品質會比5800X 還有5900X都還要更好 也就是大家說的體質 那只是剛好我個人的使用習慣是不超頻的 頂多啦就是開個PBO穩穩用而已 或是手動提高時脈降低電壓 讓散熱系統維持在最精益的狀態 所以綜合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 理性來說 5900X就是我最好的選擇 那組裝好了以後 測試了一下CPU的體質分 大概是117.2左右 我覺得應該還算不錯吧 在開啟記憶體的超頻DOCP後 測試Cinebench R20得分為8320分 R23得分為20725分 那在PBO Enable後 測試Cinebench R20為8639分 R23為21953分 有些微的提升 此時CPU最高溫來到87度 CoreTemp顯示功耗在190W到200W之間 那對比隔壁家的旗艦i9 分數大概高了36%左右 後來還嘗試丟了幾個參數 試試定頻降壓 將時脈設定在4.4GHz 電壓降到1.15V左右 R23得分達到22258分 溫度最高也才72度 功耗在140W到150W之間 整體來說 效能和功耗的表現都非常的讚 不過這次跑分的截圖忘記存檔了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的鍵盤 缺少實體的螢幕截取的按鍵 所以我希望可以趕快換一個鍵盤 希望有一個獨立的Print Screen的按鍵可以使用 總之這個分數我是非常滿意 但它還不是極限 之後我可以再試試看更激進的挑法 主機板部分我覺得也很有看頭 這次會組這台電腦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看到合適的主機板 原本我是看到8月的時候 華碩ProArt有推出 X570 Creator Tangy的主機板 其供電達到14加2項 推動R9是沒有問題的 此外內建的Tangy的網路晶片 就不用額外佔用到PCIe的插槽 以及內建的Thunderbolt 4 哇這太棒了 因為我手上一大堆Thunderbolt 3、Thunderbolt 4的產品 可以完美融入到這些生態當中 而且相較現在市面上很多高階的主機板 它的Thunderbolt是Thunderbolt 3的版本 並不是Thunderbolt 4 但是Thunderbolt 4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支援的USB4 因為以後一定是USB4的天下啦 相較USB3的提升會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我認為現在佈局USB4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這張主機板有Thunderbolt 4 我認為是比Thunderbolt 3還要加分不少的地方 不過我等了這張主機板幾個禮拜 始終沒有看到它上市的時間、消息還有價格 心中評估了一下 覺得這麼夢幻的規格 價格可能會比CRH還要更貴吧 所以我當時是認為價格是14,990 好,那好吧 我推二求其次選擇B550 Creator 因為它也有很強的供電能力 是2加2相 那對於5900X這樣的CPU來說 依舊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同樣具備Thunderbolt 4哦 所以上面講的Thunderbolt 4和USB4的優點 它都有 Tenkey網路的部分 嗯,沒關係啦 反正我還有閒置的Tenkey網路網卡可以用啊 那Wi-Fi的部分也可以割捨 反正以後就走Tenkey跟2.5G了嘛 假設哪天真的是需要用到Wi-Fi 那透過USB接一個也還可以啊 重點是ProAlt的B550 Creator價格便宜非常多 只有我預估X570一萬五價格的一半而已 現在價格是79908千塊嘛 那其實就相對便宜非常多了 另外兩個比較明顯的差異就是 B550的頻寬是PCIE Gen3x4的 所以基本上一個Thunderbolt上去它就被吃滿了啦 那其他IO就會跟著搶速度 這一點其實非常可惜 那X570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它是PCIE Gen4x4 另一個就是B550提供前置的USB-C 只有5G 並不是10G的規格 那當然一定還有更多的規格差異 但我比較在乎的就是這幾個 那平衡一下我覺得8000塊OK啊 其實也蠻便宜的 重點是現在很少有主機板 可以做得這麼穩重 也沒有一堆電子畫車 或是電競風 我這次要組的電腦就是要靜音 沒有光海 所以ProAlt的主機板非常美 就對到我的審美 不過要說的話 就是現在ProAlt的設計 感覺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元素 我希望還是可以低調一點 簡單一點 速一點 不要太雜 還有一點就是我覺得 真的會讓我非常想要支持華碩的 就是率先在AMD平台上面 使用了Thunderbolt 4 B550應該是第一張 那X570 ProAlt那個應該是第二張 目前我是沒有看到其他將有出這樣的產品 畢竟如果是AMD的平台 大部分主機板就不見得會配到Thunderbolt 那更不用說Thunderbolt 4 那我覺得這非常重要的是 我周圍有很多的產品可以來做生態的搭配 那因為過往如果要挑Thunderbolt的主機板 那第一個直覺大家就是先從Intel開始找嘛 而且都要鎖定1萬塊以上的主機板開始看 這次B550雖然它會被卡在頻寬有限這件事情上 但是能夠在8000塊用到Thunderbolt 我覺得華碩真的是做得太棒了 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在組裝完以後 ProAlt的X570 Creator Tengi上市了 價格還出乎意料的低啊 居然只要11990 比我預期的還要低了3000塊 哎呀有點後悔 早知道如果才差4000塊 那我就等X570嘛 可惡 如果之後有觀眾想要這張B550的話 那我或許就可以來升級X570囉 記憶體部分 本來我手上是有一套3600MHz的記憶體 容量是16GB乘2的32GB 可是其中一條故障了 剩下的一條16GB就有一點尷尬 不太夠用 加上我想要無燈光的記憶體 時脈至少要3200嘛 最好也要到3600MHz 那重量又要64GB 我覺得現在真的不太好找 很多都缺貨 因此就暫時先跟公司借了一套G-Skill新推出的記憶體 皇家級尊爵版DDR4-3600 CL-16 16GB 4條 共64GB 4條記憶體 插好插滿 從型號上也可以看到它的時脈是3600MHz 這個系列時脈最高到533MHz 也有4000MHz CL-14 這種低延遲的頂級規格 是這次組裝桌機中 少數會發光的產品 不過我還是盡系統把它的燈光關掉 畢竟這次我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光害 或許你也留意到它不是一般的皇家級 而是尊爵版的皇家級 沒錯它是不一樣的新系列 主要是在外觀上做了提升 以切割工藝精掉出76個多項立體切面 光線打在表面就會映射出更華麗的色彩 以燈光效果來說真的是做得很好 只能說可以啊 這很知奇 SSD的部分 配合5900X主體器 和B5550主機板支援了PCIE Gen4的規格 肯定是要搭配到Gen4的SSD 來發揮讀寫超快的速度啊 剛好手上閒置的PCIE Gen4 by 4SSD 還蠻多的 那最後是選擇我自己手上的 Tingroup T-Force Z440 ETB 這條是實權 CP值蠻高的PCIE Gen4 by 4SSD 先前我們的評測文章有相關的速度測試 因此這邊就不贅述囉 當時為了看上面的方案 已經把石墨烯散熱片撕掉了 因此現在就是一個裸體的狀態 在安裝時發現華碩在這張主機板上面 也有Q-Latch的設計 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這個沖文應該叫什麼 白話說就是在M.2安裝螺絲的位置 用塑膠卡扣以旋轉固定的方式取代螺絲 這真的是很方便的設計 再來就是我很中意的機殼 Inwin905 2019年在Computex看到這個機殼時 我就相信它是當年推出最美的機殼了 隔了一年兩年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看到比905更棒的機殼 與其說其他機殼廠商沒有進步 其實不太對 畢竟其他機殼廠商如果做了類似的 那就是抄襲 我倒覺得身為905的原創者 銀廣 這兩三年沒有那麼大力的在耕耘9系列的機殼 沒有推出令人驚豔的新品 這我比較失望的 至於905有多好 我就不在這邊一一干股了 大家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還有文章 這次還是帶大家來看看我是怎樣規劃安裝的 比較後悔的是當初在選機殼的時候是有兩款可以選的 當時選了這款前置是RGB燈光效果的 但現在我都還是讓它亮白光 主要是因為當時OLED的顯示器的版本是沒有貨的 所以只能選RGB效果的 這感覺大概就是98分跟98.5分的差異 是沒有搭到我要為此去重新安裝一台機殼啦 但是就是一個murmur和大家分享 我更大的期待是放在希望燈光趕快推出9系列新的機殼 希望可以讓我更喜歡 那在CPU散熱器方面 既然用到了5900X 那就直接上240、360的水冷吧 其中因為905機殼下方360的散熱區域是比較難處理的 因此我就不考慮360水冷了 直接選擇240的水冷 而240水冷我想挑個售後和保固都有保障的 冷頭和風扇盡量都不要有RGB了 看了一輪最後選擇了Fractal最近新出的水冷Lumen 總共有6款分為有RGB跟沒有RGB的款式 每個分類下還有3款尺寸240、280、360 那我當然是選擇沒有RGB的Lumen S24 不錯的地方在於它的SPEC風扇 我看官網圖片就覺得很好看了 沒有太多的線條和花樣 全黑的樣貌也比較符合這次機殼的審美 不然我平常是比較喜歡白色的 此外它的冷頭雖然會發光 但是如果我不想要燈光的話 就不要接線就可以了 不像其他水冷頭 很多燈光線都固定在上面了 除非你把它剪掉 此外水泵是設計在水冷排的 所以水冷頭附近就不會有任何的線 比較令我驚艷的三點分別是兩好一壞 那壞的就是Fractal居然沒有延續Celsius上面的一個特色 就是水冷排上面是可以統一風扇的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那個功能真的是很好用 好的部分呢 Lumen系列似乎是Fractal的中階定位產品 因此沒有用上最貴的方案 但是定價上也便宜了不少 3890元內 4000塊以內 若以同樣240沒有RGB風扇的款式來說 對比Celsius 直接是便宜了1000塊 那其他款式則是在1000塊到2000塊之間的價差 算是相當的有感 實際安裝的方式就是905機殼前方的240還有下方的360都有快拆式的指甲 所以不管是安裝還是未來維護都會方便很多 第二個水冷的優點就是我發現Fractal這款水冷的做工真的是很棒 即便考慮到它的價格是4000塊極具的 但是它的做工真的是超越這個價格 像是金屬件的部分沒有什麼瑕疵 ASPEC的風扇塑膠件也沒有發現某邊 扣具的表面處理很好 螺絲的螺紋也很好鎖 表面拋光也有非常好的質感 感覺Fractal並沒有因為它是中階定位的產品就放低了品質 綜合前面看到的跑分時的溫度都沒有碰到90度 所以可以說水冷的散熱還是非常棒的 同時也是R9的功耗控制得以 不用360就可以壓得住 所以5900X和240水冷的搭配絕對就滿足大多數人的使用了 剛拿到這個機殼時我最早的風道規劃 是想找個Fanlist的Power Supply來搭配的 不過現在Fanlist品質好的也沒幾家 品質好的很多款式又沒有在台灣賣 感覺就比較受限了 因此就不考慮Fanlist這方向了 反倒是平常組裝電腦 我對理線真的是又愛又恨 愛的是每次花時間把線整理好會很有成就感 恨的是每次都要花很多時間理線很煩 而且一旦拆裝什麼零件或是升級 可能又要拆開重拉就會覺得很智障 不過之前用過Fractal的SFX的電源 那時就對他們主打的超軟線材Ultra Flex印象深刻 考慮到軟的線材以後拉線或維護也會比較容易 因此這次就選擇了Fractal的Ion Plus 2 860W 這顆電源是80PLUS白金牌的哦 還有全模組化的設計以及保固10年 那之後如果顯卡有降價回溫 要搭配個3080Super或是3090也OK 在安裝時有一些插曲 像是機殼在CPU供電的穿線孔位置 剛好跟主機板的Io塑膠遮罩 擋住了一些空間 導致8PIN的電源線的線頭就一直過不去 此外905高度比一般還要高 體現在它的電源倉其實還有一些空間哦 加上主機板距離電源倉的上蓋也有一些距離 因此整個CPU的供電線最後就不夠長了 通常遇到這個情況 我會選擇把電源轉個180度 這樣子CPU12V的供電線就會靠外面一點 能夠爭取幾公分的空間 但是因為905的底部是一整面的鋁合金 它是沒有開孔散熱的 所以就不能用這種常見的電源翻180度的解決方法 所以當遇到這種狀況 大家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試試看 就是電源先拿出來但是不要裝 先安裝好主機板那一端的電源線 再將PSU那一端的電源線接上去 最後再把電源整個鎖上進機殼裡面 以這次為例 透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安裝了 而且最後發現它還有幾公分的餘域 不過這個餘域也不大啦 就屬於完全不用鋁線的方式 但這個鋁線就是 因為它的供電線剛好是成一個直線斜線的上去 那就沒辦法走機殼設計的CPU供電線的通道了 我就在想 如果這個地方以後裝了硬碟或是SSD 那看起來這個電源線就很像在幫那個硬碟綁安全帶 不過如果線材真的太緊的話 建議就應該要考慮定制線了 風扇方面這次挑選的方向是外觀樸素 不要有RGB的靜音風扇 最後我選擇的是Arctic的P12 PWM PST P系列是主打靜音和高風壓的系列 那12則是風扇的公分大小 而PWM代表它可以透過主機板控制速度快慢 最慢200RPM 最快1800RPM 例如想要安靜一點 就可以盡量壓低轉速 如果要效能全開就把轉速拉滿 詳細也可以在華碩的主機板中 偵測還有判斷這些參數的調整 當然P12也有非PWM的版本可以選哦 價格還便宜一些 而PST則是指它可以串接 這也蠻重要的 不然風扇一多的話那線就很難處理了 所以最後選擇P12 PWM PST 一顆是380元 但是這還不是P12系列最高階的 你可以看到還有一款後綴是CO的 代表是日本雙滾珠軸成 價格是430塊 通常雙滾珠軸成的壽命會更長 不過通常噪音也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以目前的需求 我覺得Arctic的壽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寧可省一點點錢 也可以降低可能造成的更多噪音 那另外發現一點蠻有趣的就是相較於常見的風扇 P12的扇葉特別深 或許很難理解什麼叫做特別深 你可以理解它就是比較厚 所以當拿在手上轉的時候 手出力其實就很容易讓扇葉磨到後面 但當然平常大家只有拿在手上玩的時候才會這樣嘛 放在機殼裡面在運轉的時候手又不可能下去撥 我預測或許P12的扇葉比較深 就是造就其主打高風壓的原因 顯卡使用的是Zotec Gaming GeForce RTX 3060 Twin Edge OC 這是一張雙風扇的顯卡 如果是我以前肯定是直上3080 3090 絕對不能留下一絲遺憾 但是現在顯卡價格真的是高到離譜 然後看看我的口袋 再看看我的實際需求 其實用量也沒這麼大嘛 螢幕4K 60Hz而已 又不是4K 144或是3個4K 權衡之下我就先跟同事借了這張Lotec RTX 3060 對於這台電腦主要是輸出影片 也不是要大量做剪輯的目的來說 這樣就很夠用了 此外我玩的遊戲通常也沒有那麼值錢卡 反倒是比較側重CPU 除非是貪心一點去玩微軟的模擬飛行 又把它特效開得比較高 那剩下其實跑一些AI的小項目 對這個顯卡來說都是秒殺啦 所以使用上已經非常夠用了 但是最近還是太忙 連遊戲都還沒有安裝 就更別說好好的安靜幾個禮拜玩遊戲了 之後如果把Cities Skylice 建設到一個成果 那再和大家分享 之後我還是比較想要找一張NVIDIA 非公版的渦輪散熱顯卡 不然像是底下如果安裝Capture 或是Tangy的網卡 封道就比較容易收到限制 那手上剛好有一張放了一兩年的 Aso Store AST-10G 我印象當中一直以為它的晶片是AQC107的 那我裝了好幾個驅動都是沒辦法的 那我接著嘗試到Aso Store官網下載 不過發現載點因為某個原因被擋住了 又沒辦法下載 官網也看不到它的晶片方案 可是我又懶得從電腦上面把網卡拆下來 還要拆散熱片看它的晶片 因為我腦海中就一直很篤定相信它的晶片是AQC107的 直到上班日的時候跟華原反應 官網不能下載驅動這個問題 哇靠欸 他們反應速度超快的 馬上就改好了網頁問題 就可以正常下載了 結果白癡 人家的晶片就不是AQC107啊 它用的是TN9710P這顆 那過程有點白癡 反正繞了一圈最後網卡的問題是解決了啦 作業系統方面目前安裝了Windows10 不過隨著AMD前幾天推出的支援Windows10 1的Driver 我也想趕快體驗一下 看看在新的作業系統上面 AMD 5900X的跑分會不會有變高 以及體驗一下大家都說變好看的Windows11 而Ubuntu的作業系統 我目前是安裝在TQ的480GB SSD 使用Ubuntu 20.04 LTS的版本 未來我可能也想多嘗試一些Linux的系統 像是Elementary OS 介面也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基於Ubuntu 所以應該也會方便很多 總之這台桌機的組裝我是非常滿意的 這麼美的技殼那終於有了靈魂 而這個有靈魂的大腦 還是超香的AMD Ryzen R9 59.0X 是二個小精靈 24雙手在裡面快樂的工作 現在就是極美貌與智慧於一身的超棒桌機 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無視的影片 我們下期.\ 我們下期聽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